第二十七集 这块地面像是被深色的液体深深的浸染了 我想起了师父在专案会上的推断 尸体有被藏匿的过程 而且藏尸的地点不在室内 更重要的是藏尸的地点应该有死者的血迹 居然真的被师父说中了 我的声音因为兴奋而发抖 这这是血吗 师父没有回答我 拿起中央被蹭的漆黑的绿纸 用物证箱里的试剂 往绿纸的中央滴了两滴 转过身来举着绿纸笑着说 哈哈哈哈 连本安 杨姓 既然确定了这片痕迹真的是血 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师父兴奋的说 提取吧 DNA认定同意 加上已发现的证据 这就是铁案 我和师父哼着小曲回到了专案组 向总队长汇报完我们的重大发现后 总队长长长输了一口气 伸得个懒腰 哎呀 明天回家过年了 话音刚落 负责审讯的主侦察员推开门就跑了进来 报告领导 招了 有了我们提取到的关键证据 凶手的共认不过是时间问题 所以总队长听见这个喜讯后很淡定的笑着说 别着急 坐下 喝杯水 慢慢说 啊 开始我们就知道 他们会招的 在车上两个人的表情就告诉我们 案子就是他们做的 到了审讯室 还没过五分钟 林玉兰就跪在地上 说是他杀的孙丽梅 审评专家 已经有了指导性意见 说凶手是年轻力壮的男子 所以我们就坚定了信心 审讯了一个小时 他们俩就都交代了事实 两个人的口供对得上 原来 郭三和孙丽梅从前年开始就有了奸情 但是两个人行为隐蔽 并没有旁人知晓 去年开始 郭三的茶叶生意越来越红火 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 郭三也越来越放肆了 他首先和林玉兰摊了牌 告诉他自己和孙丽梅的关系 强迫林玉兰接受他们的奸情 也就是说 郭三是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作为砝码 做起了两期共事一夫的美梦 没想到 这个无耻的要求 居然被懦弱的林玉兰接受了 孙丽梅手术后 郭三便把他接来自己家进行调养 其间 林玉兰做牛做马一样伺候着孙丽梅 孙丽梅在十一月中旬身体康复以后 便忘恩负义的提出要求 逼迫郭三和林玉兰离婚 被郭三拒绝后 他便提出了要分郭三一份财产的要求 不然就把他们的奸情曝光 一日 郭三又和孙丽梅因为此事争吵 林玉兰劝架的时候 被孙丽梅一把推倒 郭三想起林玉兰精心伺候孙丽梅的情景 随即勃然大怒 将孙丽梅摁在床边 顺手从床下拿出一把铁锤 将孙丽梅打死 打死孙丽梅后 郭三夫妇商量了诸多对策 最后他们认为 冬天尸体不会腐败 就把孙丽梅的尸体藏在院子的柴灰堆后面 直到尸体腐败发臭 才不得已冒险将尸体拉去坟地掩埋 安子顺利地破了 我们一路开着玩笑 心情大好的返回省城 家里早已备好一桌热腾腾的饭菜 迎接我的凯旋 我的生日是一月十日 从小就有很多附近的同事 戏称我天生是干警察的命 因为出生在冬季 我有一个叫冬字的小名 仿佛我和冬天有着不解之缘 可是天生 未寒怕冷的我最讨厌的就是冬天 每年冬去春来 迎春花开的季节 就是我心情最好的时节了 有人说省城没有春秋两季 过完了瑟瑟寒冬 就会迎来炎炎夏日 唯一能够体会到春风拂面的时节 就是三月末四月初 清明节前夕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 请登陆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 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如果这个时候去踏青 眺望满山遍野盛开的油菜花 是何等惬意之事 可惜读了七年大学 出游的计划一直只是个梦想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年 因为我们的出色表现 我终于平平安安的过了一个圆满的春节 别慌 又到了三月末 踏青的念头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我早就和女友叮当约好了 清明节假期一起去看油菜花 可计划永远也赶不上电话 可不 清明节假期刚刚开始 我还在春眠不觉晓呢 电话铃声就催命似的闹了起来 无论睡得多死 只要一听见电话铃声 我就会像触电一样从床上蹦起来 这些年一直如此都习惯了 怕什么来什么 电话果真是师父打来的 说是临近省城的石培县发生命案 死了一个人 因为现场是在县城中心 社会影响很大 所以石培县公安局领导在第一时间 通过市局向省厅法医部门 提出了技术支援申请 虽然每年一大半时间都在出差 但是师父对基层的邀请几乎是有求必应的 师父说了 虽然我们的能力时间有限 但是我们应该尽自己的一切力量 尽可能多地去办案 为了基层法医工作 为了打击犯罪 更为了保护百姓 开始听师父这么说 还觉得有点太大太空了 可做法医久了 我才慢慢发现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默默地践行这些大道理 在外人看来 格外冷静甚至很酷的法医们 内心其实充满热血与正气 也正是因为那份无法抗拒的责任感 无论多困倦多繁忙 我们都能随时接受召唤 赶赴现场 时间紧迫 我赶紧穿好衣服 连早饭都没顾上买 就坐上赶往石培县的警车 警车上 我迫不及待地追问师父 关于本案的情况 期待能在到达现场之前 掌握一些信息 好有些心理准备 和制定下一步工作的计划 啊 这单是直接下达的指令 只有一句话 石河内发现一具尸体 初步判定是他杀 因为尸体是在县城的繁华地段发现的 所以反响强烈 总队长要求尽快破案 啊 就这么点信息啊 记什么 我问了 为了保险起见 已经保护了现场 等我们过去再开始打捞尸体 那 那尸体还不被水冲走了 我很诧异当地的这种荒腾决定 显然是冲不走 能冲走还不捞 你当人家傻呀 我沉默了 但心里还是隐隐担心 第一现场的原始状况固然重要 但是为了等我们导致尸体位置改变或者尸体受到损坏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石培县和省城很近 我们早晨七点就出发 成功避开了城内的车流高峰 一个小时后到达了位于石培县县城中心的现场 此时是早晨八点 也是出行人最多的时候 远远就看见黑压压的一大片围观群众 都在那颠脚翘手 议论纷纷 负责现场保护的民警正在努力阻止群众和记者跨入警戒带 带着现场勘察证件 拎着勘察箱 在一片法医来了法医来了的议论声中 我们走进了警戒带 拥有二十万人口的石培县 是一座山清水旧的县城 石河自西向东从城中央穿过 上面横跨着十多座石桥 为这座县城增添了几分古香古色的美丽 这个季节石河的水有两米多深 水质还算清澈 但要想细看水中的物体不太可能 尸体被发现的位置 在县城正中央的石桥附近 桥的两岸是错落有致的店铺门面 早晨六点 某家门面的店主到石河打水洗脱布的时候 看见水中仿佛有什么物体在浮浮沉沉 这时候天还没大亮 这个店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于是报了警 家居派出所民警随后赶到现场 发现水中是一具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尸体 我和师父站在桥上向水里望去 隐约看见尸体在水流的冲击下 仍在浮沉 碎花一群在尸体的周围散开 像是墓地里环绕的鲜花 哀悼着死者的不幸 水流不是很慢 为什么尸体没有继续往下飘呢 师父一语重逼 首先要问清石河的情况 啊 这是中心桥 桥下有天然行程的屏障 穿着高帮胶鞋 戴着橡胶手套 准备下河捣捞尸体的石沛县公安局 贵法医这么说的 屏障 师父很少奇 什么屏障啊 是河床下的青石 这里的青石呈斜坡状 最高的地方离水面只有不到30厘米 因为这个屏障不影响水流 而且呢 可以过滤一些垃圾方便清理 所以也没有人去改造 很多年了 一直都这样 一般上游留下来的大一些的物件在这里都会被拦住的 哦 那 因为水面高度没有超过尸体的厚度 所以尸体就被拦截在这个位置 我恍然大悟 这个季节 尸体上浮要三四天吧 师父摇了摇头 不会 这里的青石是颇壮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尸体不是浮上来的 而是搁浅的 我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师父接着说 这里地处县城中心 如果早些时候尸体飘到这里 第一时间就会被群众发现的 石河的水流这么快 据我所知 石河也不长 所以我分析尸体应该是 昨天晚上飘过来的 死亡时间也不会很长 我们可以下去看看吗 师父向四周看了看 像是在寻找能够下水的护具 可以 这里的水很浅 不过 青石上很滑要小心 这里经常会有小孩子下水玩耍 滑落深水溺死的 呵呵 乌鸦醉 师父笑着看了看贵法衣 只是我和他一起穿上胶靴 戴上手套 下水探一探 青石上真的很滑 我刚下水就摔了一跤 好在岸边水浅 只是湿着衣裤 天气已经暖和了 我也没有在乎湿透的裤子 继续向尸体附近挪布 走到尸体旁边 才发现尸体果真是被这块青石拦截在西边 一沉一浮的 就是没能越过青石的屏障 我小心的探过身子 抓住尸体的右手 这是一只纤细但僵硬的手 看来尸僵已经完全在小关节形成了 尸体的手指弯曲着 指甲不断的刮擦 我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掌 我感觉心里一阵阵发毛 站在滑溜溜的青石上 我和贵法医都很难使上力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借助河水的福利 将尸体拖到了岸边 然后与岸上的派出所民警 合力将尸体抬上了岸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死者 看上去也就十几二十岁 他皮肤白皙 下巴尖尖的 一双大眼睛无力的瞪着天空 仿佛死前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 身穿一件线衫和一件浅蓝色的薄牛仔裤 外面套着一条碎花连衣裙 我努力想活动死者的上下颌关节 看看死者的牙齿 希望能初步判断死者的年龄 可是尸体的尸僵已经形成得很坚固 下颌关节完全没有能活动的迹象 你在干什么 看来师父对我的举动很是费解 哦 看看年龄 看能否尽快找到师员 急什么 这么小的县城师员还能多难找啊 再说呢 你现场勘察还没结束 就开始初步师表检验了 不要想一出是一出的 一步一步来 不会错的 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确实是有些着急 不过这显然不是杀人现场 有什么好勘察的 通过尸体检验寻找师员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师父趴在桥上 往下方的水面仔细的巡视着 最好啊 是能通过现场勘察 直接找到师员 如果不能才考虑通过尸体检验 推断一些寻找师员的依据 可是 怎么通过现场勘察 确定师员呢 一拙吗 我端读着这个因为尸僵而显得 滋尸有些奇怪的尸体 尸体可能会有随身物品 被水冲击之后 在这个潜水里搁浅呢 不许 你看那是什么 沿着师父手指的位置 我果然看见青石旁边 有一个漂浮的东西 就在刚才尸体位置的附近 之前我的注意力都在尸体上 完全没有流神 还有这么一件东西 我兴奋的重新下了水 沿着尸碌碌的青石 走到那件东西旁边 伸手把他从水里捞了出来 真被师父说中了 居然是个书包 这对现场勘察员来说 实在是一件好事 每起案件的现场勘察 勘察员都期盼能发现 类似身份证 名片 手机 什么的关键物证 通过这些物证 能够较快的确定师员 也就能为接下来的尸体检验 工作省去很多麻烦手 加快案件侦破的速度 我打捞上来的书包 便是这样一件神器 包里放着一张被禁尸的学生卡 学生卡上贴着死者生前的照片 旁边几个字 把死者的身份揭示得一清二楚 石培建一中高三一般 马小兰 去说人吧 师父对身边的辖区民警说完 又转头对我说 开始试标检验吧 我仔细观察了死者的衣着 没有发现任何毁坏的痕迹 穿着也很整齐 看来不像强奸 学生又没什么钱 也不会是抢劫 难不成这个高三女生是和谁有仇 我疑惑的摇了摇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很难对案件的性质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我仔细检查了死者的腰带 是完整扣好的 鞋子也好好的穿在脚上 一桌整齐不代表不是将剑 你看看这文兄 师父掀起死者的献衫 对刑事摄像人员说 来拍张照片 我探头去看 发现死者的内衣下边缘 略向上全驱 这 这个不能作为依据吧 可能是水流冲击形成的 也可能是打捞的时候弄的 水流冲击解释不了 献衫都没有向上翻卷 里面的内衣怎么会翻卷呢 打捞也不太可能 尸体是你打捞的 你弄的 没有 我张红了脸 师父的这个问题问得我很窘 总之有一点 不管怎么说 为了避免痕迹遗失 现场就不要进行尸表的检验了 回解剖事件 我测试了一下尸体的尸僵 发现每个小关节都已经形成 尸僵是在死后两小时就可以在尸体上出现的 由大关节到小关节逐步形成 在死后十多个小时之后达到最硬 死后24至48小时开始缓解 根据尸僵的情况结合其他一些死后现象 我们对死者的死亡时间做出了初步的判断 死者是昨天晚上八点前后死亡的 死者除了双手手腕可以隐约看到皮下出血以外 并没有其他明显的损伤 但窒息争相是很明显的 口鼻腔没有气泡 双手干净 没有水草泥沙 看来像是死后抛吃入水的 判断生前入水和死后抛吃入水是小儿科 师父直起腰 沿着河朝西头望去 上游是什么地方啊